那么我们刚刚所学的Xbus都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里面去学习的Xbus 那么在代码里面我们真的要用Xbus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下面我们就要学习这样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叫做LXML LXML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那么用它首先得安装它对不对 那么安装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它提供的这样一个叫做Etray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Etray这个方法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训练化或者帮助我们转化我们的HMR字符串 它具有一个大系列的HMR这样一个方法 能够接收STR类型或者是byte类型的字符串 它能够接收STR类型或者byte类型的字符串 理解这什么意思吗 我们Response的Connected Decode它可以放你传进去 Response的Connected也可以传进去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Element对象 这样一个Element对象呢它具有XBUS的方法 比如说这里的HTML呢 就是经过Etray处理之后的Element对象 它直接可以HTML这样XBUS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XBUS后面打个括号 中间写上四伏串样子的XBUS语法语句就可以了 理解吗 那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样一段 HTML字符串假设它是一段HTML字符串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这样的小的一个尝试 来练习一下RXML到底该如何使用 那么在用它之前呢还有这样一点大家也需要注意 RXML能够帮助我们自动的去修正HTML代码 这个修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修正集团的意思对吧 肯定不是对吧 修正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去写的这个HTML代码呢 不是特别规范对不对 或者说别人写的HTML呢可能不是特别规范 技术不行对吧 写的多一个B标签少一个A标签对吧 这会给我们写XBUS在那些困扰 因为别人的HTML写的不规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XBUS到底是应该 按照A这种方式去写呢 还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去写呢 对不对 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这个RXML模块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调整这些HTML代码 他发现里面有些节点 有些标签缺少或者多的话呢 他会这么把它给去掉 或者给加上 这就是修正的意思 能够理解吗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内容题 尝试一下RXML这个模块的使用 我们这里新建一个PY文件 然后呢我们03 然后呢tryRXML 然后呢我们首先 from XML import 加etray 大家可以发现他这里是没有给我提示的 对不对 而且下面还有波浪线 对吧 他没有给我提示也没有关系 我们到时候能用他就完事了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在PYCharm里面导入一模块 发现他爆错了爆红了 对不对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他爆红 那是PYCharm 他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 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那在后面我们讲框架的时候呢 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 到时候我们再说 那么大家只需要知道是 如果我们执行他这个代码 他不爆错 说明这个是可行的 对不对 他爆不爆红 我们并不管他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 我在我们 我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我都把这些爆红的那些东西呢 把它给去了 但也可以自己去啊 如果得觉得他很烦的话 就可以把它给去了 波浪线呀 类似的符号都可以把它给去了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粘过来 这是这样一个HTML的代码 DIV下面URL下面的一个逆标签 逆标签下面包上一些内容 我对他做一下换行 这里呢 少一个逆标签 注意了 我把它删掉哈 就是少一个逆标签的 是不是少一个呀 刚刚我们说 LXML能够帮助我们 自动的补权 HTML代码 我们看一下 他是否真的能自动补权 我们使用eTray 大起来HTML 来接收一下这个text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 HTML来接收一下 然后呢 我们print一下HTML 现在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是什么呀 animate对象对不对 element对象 我们刚刚说 使用了eTray 去处理的这个字符串 我们想要知道 它处理之后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对吧 这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需要学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eTray.toStream 就是查看 element对象中 包含的字符串 这就是eTray 叫toStream这个方法 它能够接收一个animate对象 我们HTML就是animate对象 对不对 我们print一下它 这什么类型 byte那些 我们是不可以decode的 大家看一下 刚刚确认那个利标签 是不是补全了 发现没 而且它还补全了什么 玻璃标签和HTML标签 是不是都补全了 这说明什么 刚刚所说的eTray 或者说rxml 能够帮助我们自动补全 自动修正itm代码 确实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这个地方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能够自动做这个事情 这个方法叫eTray.toStream 那么后续的时候 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rxml能够帮助我们 自动修正itm代码 但是可能很多手段 它会把代码给修正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模块是人写的 对不对 那既然是人写的 难免会有bug 对吧 它可能会把这个代码本身 给调整错了 那比如说 这个UR标签 这个立标签 明明是在这个UR标签里面的 它可能经过rxml处理之后 变成什么样子呢 变成了立标签 在UR标签外面的这种样子了 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会导致我们 不管怎么去写XPAS 肯定是写不正确的 对不对 因为它样式已经变得 不再是之前那个样子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使用eTray.toStream 把它进行一下 看一下经过eTray出击之后的 字幕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它出击之后的样子 再去写XPAS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这个地方呢 我也把它放到这里来 xml使用注意点 第一点 xml能够修正 而且签码代码 但是 可能会 改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使用eTray.toStream 观察 修改之后的 eTray.toStream 写XPAS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根据修改之后的 eTray.toStream 去写XPAS 因为很多时候呢 可能eTray把它给改错了 对不对 那下面呢 我们接着往后讲 那刚刚的说 我们说 经过eTray出击之后呢 它能够调用XPAS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写一下 eTray.toStream 我们把刚刚这个地方 注释起来 那现在呢 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 class等于item-1的 class等于item-1下的 a标签的hearth 怎么写啊 class为item-1的 e标签下的 a的hearth 怎么写啊 怎么写 class等于item-1 e标签下面的 e标签的hearth 这个很难吗 杠杠 然后呢 e然后呢 r的class等于item-1 对不对 然后下面的 什么呀 a标签的r的hearth 是不是取到了呀 我们用Rite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Rite 结果是不是就有了呀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结果是个列表 对不对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插帽子写错了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空列表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需求又变了 我们要获取 class等于item-1下的 立下的a标签的文本 怎么写呀 是不是把hearth 改成text就好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printr Rite 那现在需求又变了 每一个 例是一个 是一条 新闻 我们要把每条新闻的标题 这个URL记址呢 就是URL记址 这个文本呢 是标题 这是URL记址 我们要把它组成一个字典 怎么组呀 要把它组成一个字典 怎么组成呀 刚刚我们不是 获取到hearth吗 还获取到文本 对不对 我们要把hearth和文本 组成一个字典 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呀 是不是可以进行下编定就完事了呀 for hearth in rite 我们定一个字典 空字典先 然后item放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叫hearth 它就等于hearth 对不对 那么item再填一个title 就是标题对吧 标题等于什么呀 标题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对应位置的 rite2里面的文字的字符串 文本的字符串 怎么取啊 rite2写什么呀 是不是rite1 加index hearth呀 这个不会用吗 index干什么的呀 取下标 获取位置对不对 位置获取到之后 去rite2里面取就完事了嘛 这个很难吗 取到之后呢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item 看一下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结构就是这样三个字典呀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说有了有一个签 这个hearth没有了 有某些原因 这个hearth就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新闻呢 它没有链接 那么在取的时候 这个结构还是这个样子的吗 这个地方结构还是这个样子的吗 还会是这个样子的吗 第一个hearth它没有 结果还会是这样子的吗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不是跑一下就知道了呀 我们看一下 hearth现在变成link2了 它和first item对应起来了 link4呢 和sign的item对应起来了 是不是 对应错了呢呀 为什么对应错了呢呀 因为我们刚刚是根据这个 那种的位置来 对它进行对应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位置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A标签没有hearth了 它只有文本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会把第一个位置的URL 对应到它上面来呀 那这个位置的URL呢 这个位置的URL呢 是不是会对应到它上面来呀 这会带着什么影响呀 如果说我们这样写个爬程 我们爬到了数据 放到页面上之后 当别人点了个标题A进去之后呢 跳出来的是标题B 对不对 是不是会全部都对应错了呢呀 如果说我们有一千条新闻数据 我们第一条是错的 我们后面每一条是不是都是错的呀 是不是会带着这样一个影响呀 这个影响很明显 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种呢 我们往往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这什么意思呢 就前面我们不管是 通过XBUS做那函段子的练习 还是通过XBUS来获取这个 豆瓣上面的这个电影的练习 里面有标题 有hearth 有点赞数 批诺数 这些数据 它每一条段子是每一条段子自己的 对不对 我们到时候是不是要给它做一个对应呀 对应到一个字典里面去 对不对 比如这一个字典是一个 一个段子的所有信息 对吧 如果说我们这样 先把每一条数据获取一个列表之后 把它拿到 是不是中间会有可能某些地方 我们拿这个点赞数 其实并不是当前点赞数 而是另外一个段子的点赞数呀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打一串新花 区分一下 前面呢 我们在这里拿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取到它的文本 取到它的hearth的 对不对 取到都是一个字不串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写的xbus 没有取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文本 取到这来的会怎么样呢 大家猜一下RET3是什么呀 首先是个什么类型 RET3是什么类型 RET3是什么类型都不知道了 肯定是个列表嘛 对不对 没有就是空列表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遍呢呀 结果是不是就一个列表 没有就是空列表 有就是有数据的列表 对不对 那么来打印一下RET3 对不对 hearth 29号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一个列表呀 结果 列表里面的数据 是什么数据呀 对象 什么对象呀 element对象 对不对 是不是很眼熟呀 哪个地方有element对象呀 哪个地方有element对象 第一行是不是element对象 第一行element对象从哪来的呀 是不是我们经过eTray 大写的itml处理之后的 这样一个对象 就是element对象呀 那刚刚这个地方也是element对象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什么呀 说明什么 前面的element对象 能使用插帽子方法 那后面这个element对象 是不是也能使用插帽子方法呀 那所以我们可以 辨理RET3 对不对 那for element对每个i我们是可以写插帽子的对不对 当前每个i是什么呢 每个i是不是一个逆标签呀 我们取到一个逆标签之后 再对这个逆标签写插帽子 那比如说我们定一个item 对于空字点 我们要取这个逆标签的 比如说标题title 该怎么写呀 当前我们在这个逆标签这个地方 我们要取它的标题 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可以写当前节点呀 点是不是当前节点呀 当前就是逆节点对不对 当前节点下的什么呀 a标签的 什么呀 text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呀 这个结果是什么类型呀 结果是什么类型 列表我们刚刚再讲了一遍 这个列表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title拿过去 当前只是这一个i 一个逆标签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取它第0个呀 但是我们能直接取0吗 不能直接取对不对 如果它里面没有元素 我们取0是不是会报错呀 一个空列表我们还想取第0个 空列表不但什么都没有 我们还要取第0个 是不是就报错了呀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判断呀 是不是要写if else呀 if else是不是要写四行呀 我不想写四行该怎么办呀 三元预算符对不对 在后面接着写就完事了对吧 if对不对 你在后面写是吧 는 它长度带领的时候 我们取它第0个对不对 else呢 我们给它给它一个n值对不对 就表示如果它里面长度不带领 你表示没取到内容 没取到内容的 我就让title为n 对吧 那么一样的 我们herf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写呀 i.x bus 怎么写呀 当节下来a下了 r的herf是不是可以来呀 当节这个点表是当节点下 对不对 然后呢写个0 也是一样的要判断对不对 当它长度呢 大于0的时候 我们才能取第0个 这地方忘了写大于号啊 大于0 这地方也是一样 大于0的时候 才应该取第0个 否则换了应该写n值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来print这个itom 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一下这块内容和上面这块内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呀 下面这块内容是对应错的对不对 下面这块内容对应是对的 这个地方herf没有 它用n值补充呢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写的这个else9的这个地方对不对 然后下面还有link2.atml 对应的seconditom link4对应的firstitom 是不是就一对应对应的非常完美呀 那大家可以发现 刚刚我们在那里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在分组呀 能看出来这个意思吗 我们根据什么分组呢 根据逆标签进行分组对不对 根据逆标签进行分组 对每一组继续写xpass 我们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呀 我们先做了一个分组分了三组嘛 因为有三个逆标签 所以有三组 然后进行循环 我们在循环的时候 对当前这个逆标签写了个xpass 那为什么当前 这个逆标签写xpass就不会报错了呢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样一个逆标签里面 来做这个操作对不对 那不管它有还是没有 都是这一个逆标签的 都是属于这一条出去的 对不对 它没有我就给它一个难值 它有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结果给它取出来 对不对 能理解吗 所以后续呢 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都会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xpass的出写 来进行代码出写 都是先分组 对每一组呢 在这写xpass 这个内容呢 我们也放到这里 汲取页面数据的思路 第一个先分组 我们前面也讲了 很多地方呢 如果数据是成块的话呢 都是可以有组分的 对不对 比如说给你逆标签进行分组 我们是内向段子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百度搜索的结果呢 是给你DIV进行分组的 对吧 那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豆瓣电影排行榜 它是不是也有组呀 它每个地方都是可以找到一个组的 它可能是根据ID 有根据DIV进行分组的 有根据 有的是根据这个立标签进行分组 对吧 有的根据table进行分组 它都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先分组 那所谓先分组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取到一个包含分组标签的列表 然后呢 便利 便利之后呢 取其中的每一组进行数据的提取 是不是就做这样一个事情呀 对每一组在进行数据的提取 不会造成数据的对应错乱 这地方能解吗 因为是在每一组里面 每个组就表示一条数据 对不对 然后在每一条数据里面 每一组里面 我们提取数据的时候 它没有 我们就给它一个难指 有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写上 是不是就和这一样呀 我们分了三组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是多少组 也没有关系 反正最后我们是个便利 对不对 那便利的时候呢 我们对每一组 就是在写XBUS 对吧 如果它有的话呢 我们取代定一个 没有的话 写单值给它 然后得到一个字典 得个字典之后呢 这个数据呢 可能就不会发生之前的一样 对你错乱的问题 这个思路呢 非常非常重要 后面我们写很多代码的时候呢 都会按这个思路来 那么刚刚我们所学的呢 是关于 这个 LX模块的使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我们刚刚用的这样一个 LXMAL这个模块呢 它能够接收什么类型的数据啊 BICE和STR类型的数据 对不对 亚种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发现 我们放个BICE类型的数据 到大学的HMAL进去的时候呢 它报错了 那么就放个STR类型的进去 反之易软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哈 那么这是关于 今天所学的内容 LXML模块 对不对 不关键 嗯 呀